人类高质量幼崽卢田爱菜有多可爱 他只用一个pose就能让全场大叔心花怒放 静静的一根吻就让木村拓栽瞬间投降 卢田爱菜除了有可爱的脸蛋 演技也是相当的出众 在2010年年仅6岁的卢田爱菜 凭借电视剧Mother 斩获日剧学院赏新人奖 成为了此奖项的最年轻的获奖者 这部日剧讲述了身为小学老师的林源奈旭 发现了被抛弃的小姑娘林南 于是将她拐走并开始逃亡的故事 Mother剧组在选择演员的时候 考虑到林南这个角色需要很强的共情力 原本打算找一个已经上小学的小演员 但是在试镜时 还在上幼儿园的卢田爱菜 一张口就俘获了导演的心 于是导演力排众议 决定冒着风险让卢田爱菜出演 这部剧一上线便大获成功 年仅六岁的卢田爱菜 表现出的精湛演技 更是让她成功出圈 剧中的台词 妈妈再右拐我一次 一度成为了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典 Mother的走红 为卢田爱菜带来了更多演出的机会 还因此频繁地出现在荧幕前 她参演的高护木家的规矩 白兔糖 再见了我的幼儿园等影片中 稚嫩甜美的面庞 更是收获了更多观众的好感 观众被卢田爱菜试验的角色 深深地感染和震撼住了 除此之外 卢田爱菜还参演了好莱坞大片 《环太平洋》 被誉为天才同心的她的演技 不容小觑 哭戏和在镜头前的举止都自然到位 甚至让很多演员自叹不如 但是天才同心的星图 并不是一帆风顺 长大后的她开始备受争议 忘不了前男友怎么办 卢田爱菜告诉你 此时的卢田爱菜只有13岁 早已成为了日本人心中的国民闺女 但是有的观众却认为 卢田爱菜身上丢失了孩子该有的纯真 早早进入娱乐圈的她 行为举止向极了大人 她在综艺节目里表现出和她年龄不契合的稳重 让不少人怀疑她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 2016年 卢田爱菜以一名初中生的形象出现在荧幕中 风格不变的演技遭到了众人的质疑 甚至有观众直截了当地指出 她和小时候比长残了 她参演的电视剧《我们的家》 是一部爱泪交织的家庭剧 叙述了她和身为外国人的后妈 从矛盾到彼此理解的过程 但收视率却惨不忍睹 稍大的卢田爱菜失去了昔日般可爱的面庞 星途也因此不再坦荡 很长一段时间 大众似乎很少接收到卢田爱菜的消息 除了偶尔出现在综艺节目和广告上 几乎见不到她的身影 正当人们以为又一颗童星陨落时 卢田爱菜再次用实力证明 自己仍然是当初那个耀眼的天才 她已超过所有97.7%考生的优异成绩 考取了日本著名学校庆应中 让那些对她无端质疑的群众哑口无言 要知道 卢田爱菜从小到大工作基本没停过 除了才艺和成绩之外 卢田爱菜还非常喜欢阅读 她总是喜欢随身携带一本书 她阅读涉广泛 从简单的绘本到深奥的古文 她每年的阅读量可达到几百本 她还发行了自己创作的书 《爱菜的书架》 里面有她对自己喜欢的100本书的介绍 阅读她写的文字 让人发觉到她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女孩 现如今 昔日的小童星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老天似乎格外优待她 将很多人羡慕的东西都赐给了她 唯独身高上有所欠缺 16岁 身高却不足1米5 卢田爱菜真的长残了吗 在电影《歌思2》的首映礼上 日本童星卢田爱菜和张子怡一亮相 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穿着厚底鞋的卢田爱菜 还是比张子怡矮了半截 她与1米8的男主钢田 共同出演电子《星之子》 最萌身高差遭到了网友调侃 与12年前 二人共同合作的电影《告白比较》 网友不留情面的吐槽 卢田爱菜近十年来都未涨高 在与梅泽富美男合拍的广告中 身穿职业成熟打扮的卢田爱菜 与只有1米7的梅泽富美男同框时 也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了 二人的身高差距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卢田爱菜就坦白 自己的身高为1米45 但是5年过去了 从今年的最佳珠宝佩戴者奖 颁奖典礼的合照上看 她的身高似乎还没有突破1米5 外形似乎已经不能给 《卢田爱菜》带来太多加分项 但是她的学习能力还是十分优秀的 在庆应艺术女子高中读书的 卢田爱菜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成绩为前2%的卢田爱菜 本有机会拿到推荐名额 直接入学庆应医学部 但是她担心自己的特殊身份 会引来怀疑自己特别对待的声音 最终她还是选择参加 东京大学医学部的考试 要知道 《卢田爱菜》可是从小红到大 工作基本没停过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成绩还达到前2% 学习能力确实十分惊人 《卢田爱菜》明确自己 要成为医生的同时 也不想放弃演员的事业 她的一路成长 有无数的努力和汗水 也伴随着众多的争议 容貌和名气或许会改变 但永远努力向前目光尽力的 《卢田爱菜》不会变